上山踩江却发生死亡意外 三名妇人昨天上山踩生江却迟迟没有回家 直到今天才在台东县海端乡 乌路林道被发现休旅车坠落三米深的农田 其中两个人送医之后抢救不治 而另外一名妇人虽然意识清楚 但伤势也相当严重 田野边一台休旅车四人朝天 车体多处凹陷玻璃碎裂 车内物品散落一地 消防人员出动破坏机具 因为有三个人受困在内 要赶紧将人救出 29号上午7点多远景获报 台东县海端乡乌路林道有翻车事故 原来有三名妇人前一天上山踩江 却迟迟没有回家 将人心急如焚 早上去寻找后 才发现他们的休旅车坠落三米深的农田 其中两人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后抢救不治 另一名妇人意识清楚 但伤势严重 本29日7点36分 于乌路山区私人土地上 发生一件自巧克车跌落三米意外事件 造成两人死亡 一人受伤 只是上山踩江就发生死亡意外 让家属相当心痛 警方已经报警 台东地检署检察官相验 理清事故发生原因 记得刘宁祥台东报道